今年云林北港农工的表现很抢眼 包括了电机科团队获得云林之光的团体组表扬 而农场经营科的李浩宇也以优秀的表现拿下个人奖 另外今年国内南区科展学校也拿下了五个佳作 其中续宝跟化工科首次结合 用花生壳来制作环保精纸最引人注目 今年云林之光名单出炉 北港农工电机科团队和农金科李浩宇同学各荣获表扬 本校获得一个团体奖一个个人奖 这个团体奖个人奖同时有两组候选 这个也相当不容易 北港农工电机科所研发的电源安全监控保护装置 去年获得韩国国际发明展金牌奖 这次再受到云林之光表扬 对制作团队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第一个电器接上去了 那它电流还没过载 但是第二个接上去它过载了 那这一个它就不会动作 只有它动作而已 那它会留在 不像现在的保护器就是 只要两个加起来已经过载了 两个都一起断电了 刚开始他们在想这个的时候 其实也去收集了很多资料 包括到消防局 去跟他们要了一些 目前因为电线灼火 它所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利用化学的时候 然后就留下来做 然后做完的时候 是做到晚上11点 很不错啊 就是可以上到舞台上去发光 今年北港农工在国内南区科展 总共拿下五项家座 其中续保科和化工科合作 用花生壳制作了环保精子 最受到瞩目 很多农民就是将花生壳直接烧掉 那都没有办法好好利用花生壳 那花生壳跟精子都是要烧的 我们就用这两个做结合 然后落实环保教育的概念 有发现到说 花生壳如果加越多的话呢 它那个燃烧的速度就会越 就是时间就会缩短 平均时间会缩短 那之后呢 会精也会比较少 校长也特别来鼓励 这次科长和云林之光得奖的师生 赞扬他们成为北农的典范 也期待各科师生继续努力 再创夹击 记者23云林采访报道